梁城及十一道 梁柱順利升空 新竹縣第一座 國民運動中心即將誕生 縣長 副縣長及多位貴賓 共同祈福 見證著重要時刻 坐落於竹北交流道旁 緊鄰縣立游泳館和體育場 國民運動中心規劃地下一層 和地上五層樓的多功能運動館 預計在107年完工 回想起來竹北國民運動中心的興建 確實很多心酸事 大家的同心協力之下 能夠把竹北的國民運動中心 訓練了綱架的部分 把它上良的典禮 從外體以及到內體的 各方面的整個工作 我相信再就幾個月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結合新竹縣游泳館一起委外經營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其設施 包含六大核心 有八座羽球場 十二座桌球場 三間韻律教室 兩間體勢能中心 以及兩座的綜合球場 總預算達四億五千萬元 其中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兩億 未來將提供民眾 高品質的運動環境 會請一些專任的一些教練來 指導我們所有的那個 來運動的民眾 正確的一些體育運動知識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像譬如說老人會有一些 老人的優惠票 甚至說配合我們國家的那個 體育日會有免費的一些活動 那給民眾的部分 也一樣會有一些時段 是屬於打折優惠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是希望說 既然在我們竹北地區 建置這個活動中心 就能夠給我們所有民眾 有更多的一些便利性 多管合一 回饋鄉親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 未來也將規劃公益時段 提供65歲以上與低收入戶 以及身心障礙者優惠使用 讓謝民擁有更優質的運動場域 向健康樂活城市邁進